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母亲的前面左边的鼓励已经一个多月了 她洗澡再也洗了三次 是医院系统里面他们的协助单位派来的 是一个黑人 但她洗澡的方式很简单 我也之前做过 我在大概四几年前也帮人做过 我是帮男人老人做过的 就是坐在里面脱光衣服 就坐在凳子上 我把它用龙头 打以往就用龙头 咔嚓地冲 让老人自己用肥皂涂 涂肥皂涂 涂香泡都可以 当然我涂的时候 我泡个水喷出来 我就把这个帘子 遮住就这样 这都做过的 但是男的帮母亲洗怎么办 因为我不想看到她的胸部 她前面的私手都不想看到 她可能多少也有点介意 那么我想这个办法 我跟她说你穿好衣服 进去把这个凳子拉过来 坐在凳子上 然后我出去以后 然后脱光子以后 她站起来 把这个手把 就是这个给残琴的用的 老姨用的 手把坐住 背对着我 当然屁股也肯定要看到 没办法 然后我就用水龙头 冲 冲到后面 冲到前面再冲 冲 迅速冲一下 然后给她 这个东西 让她洗头了 洗下面 让她自己洗 洗好以后 全部洗好了 我再冲洗 当然把衣服放在旁边 把她的上面挂着 或者在旁边 让她自己穿 穿好之间 我再进去 把她抚出来 这个屁股肯定要看到 实际上就可以保证 这是我想出来办法 对吧 我想出来办法 她来同意了 但她毕竟没有看到我 怎么示范 她呢 她能给人想象得出来 所以我现在想办法 但是还没有开始过 好吧 这就是我要想说的问题 因为每天 因为给医院系统拍的这个 家庭能力还好 还是帮助 时早的能力还好 她不能每天来 也不能一个星期 十分能力 一次都不能保证 虽然是平均一个星期 来一次 但是毕竟还是不能保证 所以我想 我天生的 我现在是天生的 现在颇凉快 但是每天不知道 这些不好 靠她每次上洗手机 用日本人 从电热射 抽水 充 不是为谁飞到没完 摸的 好吧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